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华人飘洋过海 移居海外的历史 远远流长 在今天 山居海外的华人 究竟总数有多少呢 很难有一个正式的统计 学者普遍估计 人数最少三千万 当中八成 是东南亚 他们的祖先 从家乡漂泊到异地的辛酸故事 留下了一段段的血泪历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宋朝 元朝 明朝 商人尤其从福建 广东也有 福建广东这两省 许许多多的商人 来来去去 已经好几百年了 不过 政府的政策 每个朝代不同 王金武教授 是研究华侨历史的权威 他本身也是海外华人 在爪哇出生 马来亚宜保长大 哪个朝代 他有他的利益的问题 朱元璋当皇帝的时候 他就采取一种海境的政策 到永乐皇帝 就是朱元璋的儿子 他就不同 他把郑和下西洋去的 这个故事 大家都知道了 很有名的 这个很怪的一件事情 从来没有过的 我们小时候 我们家讲三保 父母亲会骂 他就说 你要今天家三保公 一定要把它称为公 崇拜他 陈达生是新加坡人 他口中专称的三保公 是三保太监郑和 1405年 郑和奉命朝永乐皇帝之命 率领庞大的船女 出航下西洋 宣扬国威 徐行人员超过二万七千人 当中包括 徐船到外地做生意的 中国商人 航行历史一年半以上 前后七次的远航 一共到访了三十几个国家 当中多次经过越南 印尼 马六甲 最远去到印度 中东 和非洲东南 不但成就了 中国航海史上一行创举 一位华人移居南梁 开启了一线大梦 正和的事迹 在六百年后的今天 南洋一带华人 仍然遵遵落到 陈达生甚至集资四百万美金 成立了这座正和文化馆 不过地点不是他住的新加坡 而是马来西亚南部的马六甲 因为当时马六甲是正和 夏西亚的中转站 最主要的一个地方 还有东南亚很多贸易商人 也来马六甲 所以因此他就成立了这个官场 一来方便自己的补给 第二呢 也有很多贸易品在这边可以买得到 而且跟他们持的各种商业的关系 陈达生为了查证官厂所在 在近海地方买了一些地 进行勘察 结果真是在地下画到 相信属于明朝所有的瓷器碎片 和永乐连间的同币 从而推断这大地方 就是官厂所在 官厂的设立 正和船队多次的往来 为当年称为满纳家的马六甲 带来一片兴旺 而对华人意义更重大的是 正和夏西洋 提升了华人在海外的地位 你一个强大的中国做后台 明王国的后台 那么这个海外的很多小国 就对中国的眼光就不同了 可惜来之不宜的威信 随着正和第七次下西洋之后 无以为计 海禁再度实施 华人有机会大规模放洋出海 要等到400年后 十八世纪末 欧洲列强经历工业革命之后 急于开拓海外市场 大力招揽外来的移民 去开发他们在东南亚的殖民地 另一方面 1860年 英法联军 迫使清政府签订 北京条约 容许华公出赢 从而掀起 19世纪末 到20世纪初 华人移民海外的一次高潮 目的地就是东南亚 一方面中国穷苦 一方面中国内乱 一方面交通方便 一方面又有外面要求中国的劳动力 所以几方面一起引起 许许多多的一些穷苦的工人 工人阶级 农人阶级 穷苦的人 从华南 广东 福建 大量的就出去了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 中国历史第一次 出去那么多人 为于马来西亚沙鲁越的斯蒙省省 一向有小福州之称 这里八成人口都是华人 大部分人的祖先从清朝就由福州移居过来 在满清莫沙鲁越的旺 所以我们的港主 樊乃翔 他也看到这一点 他在我们的福州移居的县里面 尤其在明清、葡萄这一带 还有平南这些县 他们看到很多人生活很辛苦 所以他就想能够使他们生活得好一点 所以他们就决定向南洋来逃一趟 王乃祥是晚清举人 曾经参与公居尚书和维身变法 但是都是以失败告终 心灰意冷之下 他决定到南洋为穷府的同乡尋找出路 于是带了千多人来这里的丛林海狠 在49世纪初期 这边南洋人一带领导非常少 基本上都是山林覆盖 英国的政府非常欢迎 中国的华人来这边欺贴 他初期都借钱给我们那些 我们的华乃祥这些港组 都有钱给他们去协议 先借钱给你们 然后迎他们进来 然后以后是慢慢慢慢地还 沙奴月王Charles Brook 布洛克 委任王乃祥做港主 负责管理很长 上方签订契约 王乃祥获得贷款3万沙奴月币 每个离开狠的成年人 可以分到三畝地 20年内免税 当时王乃祥回到明清 就谈起这个事情 说我们在南洋那边 沙奴月有一块地很肥沃 你们跟我出去 那边有很好的机会 所以 后来我爸爸 我先父就觉得这个是很好的 我们应该有一个创新 刘邦芬的父亲 和另外千几个同乡 就是这样跟随王乃祥 来到师母的拉阳江流域 准备过新的生活 土著大概都是马来人 拿刀子来威胁他 你不可以在这边继续留下去 又回国又回家 因为这个是我的地方 你们不能够侵占这个地方 一方面话不通 还有加上这个土人的威胁 所以那个时候他有一点 不是不要想回去 就是觉得这个日子过来很苦 经过几年艰苦的生活 留得低的 终于看到农作物的收成 王乃祥开创的这种移民模式 吸引其他人访效 广东、福建的移民 陆逐度肆无开设很长 令到原来的小村庄迅速发展 华人远离家乡 在这里找到他们一处安居之地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泰国南部童谣镇的中秋庆祝活动 已经有近百年历史 不单只是当地每年一度的重大庆典 还吸引很多来自泰国其他地方 甚至是邻国的游客到来参观 百多年前 一帮来自潮州普林 一条穷乡辟样的村民 远渡到当时还是叫潜罗的泰国 落地生根 这里的人大部分都姓许 越南部童谣镇的中秋庆祝活动 七十九岁的许顶文是第一代的土生华人 上世纪二十年代他的父母结婚无奈 就跟着同乡 由山头坐船祝活动 靠种胡椒和橡胶为生 一心想着 挨一段日子 你只存到一笔钱 就可以回乡下个好日子 结果 穷日子熬过了 战争 来乱 就令他们有家 不能贵 留在泰国 一留就几十年 才能贵 在泰国 祠岛 她就当 人仍是 得三十 就是 变得三十 后 都得 当 不 她当 祠岛 祠岛 咱花 祠岛 大家 祠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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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全球化的挑战下 包括在东南亚的华人 他们的文化也述到这个外来文化 影响冲击 把很多老祖宗的东西都丢了 作为这个老一辈的华人 特别是这个第二代第三代华人 他们在这方面有种使命感 希望把这个通过节日的方式 通过其他传统文化的方式 来这个不断地弘扬我们华人的传统 让自己的子女也知道 我们这个文化 我们是华人 马来西亚宾城有一处地方 当地人叫他做姓氏桥 是福建人最居之地 高峰的时候 这里的高脚屋搭了十五六条桥 分别住超过十个姓氏 今天是我夜母往生一百日的时候 我们叫做百日记 冰城我们福建金周桥的传统 就是一百日有灵桌放在这边 你要拜 拜到一周年 那每天早上都要拜 林震宇的太太太成就 她过世的祖父和其他住在这条桥的先辈一样 百多年前 由福建同安苑来到这里做码头工人 在水上搭配一间间的高脚屋 一直住到现在 姓王的 姓林的 还有我们现在姓周 姓城 姓林 杂姓桥 还有最后是信仰 所以他们这边早吃的时候就是会分开 因为早吃的时候会说会抢神的东西 有时候会打斗 所以就是这样分开 没要交 以前这一带是值值无名的港口 到1882年 海贤码头落城之后 瞬间就成为外国商船 想落货的中心 货船四方八面地来这里交汇停泊 也因为这样 于是造就大量劳工机会 所以就是需要他们这种工人 搬货 搬那种货物 搬米 一些道类东西 好像那个小卖大卖东西 就以前来的时候他们整包整包的 所以以前没有说 那种秤啊 把它用那种机器的 所以到部分都是要人工 所以需要那个人手很多嘛 从 jusme 不是如是先为老公 客居易地的人通常都會選擇聚居一齊 方便照應 之後不同種族不同行業的 更加會聚集組織會館 在東南亞幾乎有華人居住的地方 就會見到會館 位於新加坡的應和會館 1822年興建 是新加坡唯一被列為國家古籍保護的會館 我們這邊用的很多木雕刻都是從中國來的 因為我們用的都是山木 花梨木 因為這些木頭它的質地很硬 雕刻的東西可以持久不會壞 所以我們這些東西已經百多年了 到現在還是跟以前一樣 英和會館的會員 都是來自廣東嘉應的客家人 十九世紀初 因應大量華工來到南洋謀生 人地生疏 於是就有人成立會館 發揚互助精神幫同鄉解困 他們一般上是給他們 介紹工作給他們做 有的是住的地方 遇到他們有什麼困難 他們都會幫忙 他們不會說來到新加坡 就無依無靠不至於這樣 比會館更加早出現在華人社會的 還有師會黨 他們是天地會的分支 十九世紀之前 已經隨中國移民傳入南洋 跟會館一樣 師會黨也會接濟 不照顧同胞 不過由於他們打起反殖民統治的旗號 而衍生出來的幫派 又經常搶地盤 發生駭鬥 情況會越來越不受控制 殖民地政府於是採取措施 逐步取締 英國政府呢 在1877年 它就成立了一個叫做 法民事務所 就是來控制這個法人社會 它控制法人社會 主要它目的 它是要打散這個私會黨 那個時候 它就提出了一個叫做社團註冊法令 就說你社團你要註冊 要不然不承認你 不承認你 你就非法 非法就是黑社會組織 1890年 政府引用社團註冊法令 下令所有私會黨解散 取而代之的 會館就成為華人社會之中 最具代表的組織 在資助教育 推廣中華傳統文化 百年來一直扮演重要角色 非常失敗 恐的大美人菜 祝福 北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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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尼ρέ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1855年 与初次归国时 普抵澳门 第一遇见之事 即为无数华工 以边相连 结成一串 牵往囚室 其一种奴隶牛马之惨状 及今诗之 尤为宣秘 在印尼苏门答纳首府面栏 有一条当地华人叫菜园村 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供奉土地公 一条街里面就有两间庙 村民聊天都是用回家乡海丰画 住在这里的大部分都是华人的后裔 而且是来自同一个乡下 他们的祖父辈都是用同一个身份来到印尼 广东话就买住宅 我爸爸十八岁的时候 家里很穷 我爸爸也是卖身来的 那个时候他卖身来的时候 他就卖了二十块大雅 以前二十块大雅自己 家里做家用 他就来了 王义堅的爸爸 当年是以猪仔劳工的身份 卖来棉栏 在十九世纪中至二十世纪初 卖猪仔到南洋打工 十分盛行 而猪仔一词 就是形容出洋的华工 在里头的残房 所有的工人就 就就就就 关在小的房间里头 一定要过过这个过海 生活非常的苦 而且死不少人 很不卫生又很很苦 那么在那种情况之下 他们就好像也好像带租链 不是人了 根本不是人的待遇 以这种环境 他们就采取了这么一个 一个持续 清朝活期 招揽华工 是一门大生意 在广州和澳门 很多以公司 或者洋行为名的招工馆 名为招聘 从事的其实是油片 甚至是拐大华工 阿爸 那些卖猪仔要被挑选 就是你要剥了件衣服 着条短短的褲 那些外来找工人 就去捏一下他的手臂 捏一下胸部 捏一下他的套 检查看他有没有什么病 检查到没有病 就选了他去做工 谢埃萍是马来西亚拉曼大学 中文系副教授 他过世的父亲 当年因为父母伤亡 被叔父买到广州工作 十七八岁再辰转买到新加坡 他又说到 因为在唐山过来 过来水土不服 他说睡到半夜 就要给个工头 就赶他们下河 淋那个冻冻的河水 他说用这个办法 就可以避免发烧、发热、病死 根据黄金武的估计 从1880年到1920年间 以契约方式 运到东南亚的华工 至少有十万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要是帮殖民地中主角荷兰的商人种植烟业 烟业的包工制度 每个工人每年起码要栽种一万七千棵烟业 一年的收入可以超过三百个大洋 三年的收入 他们就存够钱回乡 六年就可以翻乡买田买地 成家立业 不过实际上可以回乡的工人 只是少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个华年你们就可以赌 就抽大烟 你要抽大烟就可以抽 你要老婆 我就找老婆给你 我们在中国以前 哪里有钱去娶老婆 两个空间时代 我们在中国就很苦 吃的面我得到吃 你要钱 你可以去和大公图去接 一个清水一个两块的清水 来读读完了 你明天又是接钱了 所以一年过一年 一寸过一寸 怎样就留下来 当年华工的工作能力 一般都比较好 种植产量都比较多 所以荷兰人千方百计 希望留住华工 更和华人把持的 私会党合作 从前的老公的制度里头 都有私会党在里头 私会党组织老公 那么这些私会党的同时呢 也跟西方人做生意 七月的话 你三年在那里工作 他一切都要由他来负责 由他来照顾 你花的钱都花在他的里头 他的公司 他的商店 他的鸦片 他的赌博的环境 他的纪律 都有他们私会党 跟这些商人的公司 他们去合伙办的 棉栏的烟叶工厂 现在还保留雇用爪哇女工的传统 当年 爪哇女工和华工一样 由故乡卖猪仔来到烟园 不过他们不是来种烟园 原主是利用他们留住一班华工 来这边是给我们华人做鸡子 如果没有他们 我们华人看 接下来他就要想回家 他们就要吃鸡子 无我鸡子 在这边他就没有想什么 所以荷兰他们就用这个计划 买哪个女人 扣托哪个女人 给我们这边的华人 没有辞职的 给他这钱 不用钱 有些原主 甚至自制猪仔钱 用来出粮给华工 威逼利游 务求他们不可以离开 到二十世纪初 这种不人道的招供方法 激发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 还以逼使南洋一带的殖民地政府 采取方法取缔 最初是因为他们有这个需要 紧急需要呢 当地的商人不要政府来管 他们要自由去找公共 因为竞争需要劳工 但是二十世纪初 每个国家连这些殖民地政府 他们也受他们自己国家的这种 法律的改变 使得他们也不能够胡胡闹 不能够随便来 要负责 要好好的管理 所以这个慢慢地就改进了 约袋劳工没有人照顾 那种契约呢 基本上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就开始慢慢地就取消掉了 那么改进在用 比较好的法律 法定的这种契约 来保护劳工的这种 这个新的概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老公拉到死了 回来都要老公去买个币 潘如晨德多多是做打公婆多 做红头巾多多是三岁人 陆大好来自广东三水 1936年他十八岁 嫁给一个由新加坡回乡下草老婆的华侨 睡后就跟丈夫来到新加坡 陆大好在新加坡上岸后第二个礼拜 就跟其他比他早来的同乡一样 将红筋放在头上一包 开始去地盘工作 包红头就下楼 或者去到包饼就得切了 包红头就热了 不要变压 包红头简单是红毛灰 不能弄到头发 或者灰很咸又咸 有时候是疏计的 没有人剪鞭 那你慢慢拍是晒头 晒得不得掉的 那些红毛灰 包红头就不用进入红毛灰 七点开工 五点就起床 煮熟几个饭 一路走一路吃 你做饭 我就吃 我吃完了 给我拿到你吃 到六点多 坐一会儿 托灰 十几人托灰 托百几包灰 等到其他人捞食 你不懂得擦肩头 摘下来 就被人骂你 包脚就踢了你 就开去 上几人就哭了 来到新加坡这么惨 红头巾做的 是最粗重 最体力劳动的地盘工作 而过的 就是简坡 折建的低下层生活 四五十人托灰 有些是记忆托灰 有些是姑娘婆 有些是风老 有些是草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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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不顶劲 有几十人在家屋 家屋这么乱不得已 你吃 没得吃 穿没得穿 听到别人给你 一脱衫就穿两年 穿一年 两脱衫就穿了 两脱衫 今天穿一脱 今晚奉公夸人洗 穿一脱衫 三脱衫 五脱衫 五脱一脱 下雨不得干 你也能穿 离乡别井的生活 并不好过 不过 为了生存 上世纪初 不少中国妇女都选择 离开自己熟悉的土地 离开自己熟悉的土地 妈姐胡瓶善 今天仍然记得 1948年 她离开乡下之前 在唐山的艰难日子 我七岁大 我妈妈就离开了 我离开了 我离家 因为我离家窮 窮 我妈妈就离家 找工作 后来打仗 爸爸也饿死了 我父亲也饿死了 我父亲也饿死了 那个大哥 就被日本人捉了 十几天都没饭吃 所以我饿得了 有股脾 有股脾 像是喝水 你现在喝水 你不知道怎么走 刚才我饿不得吃 只吃草 喝水 你知道 那些水怎么落 你知道了 加些脂 一流一流 这样落 因为要抢空了 后来我妈妈就写信回去 就问那些人 就被水客带我过来 逢之你也要去那山那树 给那些温泉水来 洗你的身 那些水客 嗅了那些硫黄微 很加能嗅的 我一股没办法 经过来带那些 我作业这样的 胡庆线 和很多疏起不嫁的姐妹一样 曾几何时 亦都想过回家乡安劳 不过 奴隆大半生之后 她依然揭然一身 回乡的念头 她说已经不敢再想 拿了 想走又不行 两只脚又没什么可 想拿杯茶又不行 这样怎么办 想回去 回家乡安劳 又没那么多钱 没办法 如果将来有什么事 就在这些水 政府集也好 什么都好 没办法 这样做这些水 永远都在这些水 很多人来到这里 那时候没有家庭 单身来 死了没有地方 可能开始在这里 遇见 很多人都想回中国 不过 不过来来下 我看他们都好像 接受了这个地方 好像他们在这里落地了 位于马来西亚 马六甲的三部山 有个万个山坟 是中国境外最大的华人墓地 最古旧的一个坟墓 远在1622年 明朝所立 1685年 当时在马六甲 负责华人事务的李维京 为了令客死而乡 无钱执葬的离乡游云 有一方安息之爽 于是带头集资 向当时的殖民地政府 买了整个山头 辟造华人移山 类似为华人而设的墓地 在东南亚其他地方 亦一样存在 位于泰国曼谷的二山亭 就是僑居泰国的潮州人公墓 已经有110年历史 根据二山亭的记录 墓园在1900年开葬 头六年已经埋葬了4000多人 大部分都是青壮南丁 很多都是因为水土不服 初离报道就客死疑乡 来的人都是穷人 没有受什么教育 找工作远航 很僵苦的生活 所以去世的时候 就找不到地方 真的是死无障瞻之地 那就靠这些同乡会 中青会 大家来支持他们 帮他们解决问题 我们华人当这个是做好事情 大家非常乐意帮忙的 不单是帮了埋葬这个香草 而且有的人还帮自家 回到家去养他们的家树 华人飘洋过海 追求的是两餐温饱 有的人客死疑乡 有人依敢滑乡 亦有凭着努力 才能和冒险精神 在宜地成就一番事业 下一集将会探讨华商的崛起 如何帮助东南亚的经济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